这并非荒诞的杜撰 而是真实发生在广东省东莞市蔡徐村医院的故事 在那所医院的ICU室门口悬挂着两面神秘的镜子 他们正对着抢救式的大门 仿佛在守护着每一个生命的奇迹 医院的装饰也充满了深意 大唐里挂着的八卦图似乎在诉说着某种未知的秘密 故事的主角是朴果仓 一位在火车站理发店突发心脏病的老人 经过及时的抢救 他的生命算是暂时保住了 住进了ICU 然而苏醒后的他却展现出了令人费解的症状 他不认识自己的儿子 反而自称为寒哲雕 并且对寒哲雕的家庭了如指掌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经常在夜里与空气对话 仿佛在与某人亲密交流 朴果仓的家人对此感到恐惧和困惑 他们担心这是父亲的鬼魂上身或是手术的后遗症 医生给出了可能的解释 朴果仓之前的床位上住着一位名叫寒哲雕的病人 但已经去世多日 医生推测可能是朴果仓在意识模糊时 将寒哲雕的事情融入了自己的记忆中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一天夜里 朴果仓的隔壁床位的病人 亲耳听到了朴果仓与空气的对话声 并目睹了一群模糊的面孔围绕在朴果仓的床边 这些面孔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 他们的存在让病房充满了神秘和不安 随着天亮的到来 那些面孔中的一个 正是寒哲雕似乎被带走了 第二天 朴果仓恢复了正常 他对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然而 当天夜里 他又目睹了另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他的隔壁病人被一个黑影压在身上 仿佛生命正在被夺走 朴果仓虽然无法动弹 但他的眼睛和嘴巴还能动 他试图呼救 却发不出声音 直到护士发现异常后赶来 但隔壁病人却已经离世 朴果仓向护士和家人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虽然无人相信 但他的家人还是决定向医生求助 医生解释说 有些病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幻觉或缓听 随着身体的恢复 这些症状会逐渐消失 朴果仓在IC又度过了几天 每当夜幕降临 他仍然会看到那些模糊的面孔 然而当他被转移到普通病房后 这些奇怪的现象再也没有发生过 这个故事让我们不禁思考 医院的ICU势力是否真的存在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那些神秘的镜子和八卦图又意味着什么 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找到答案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生命 珍惜生命 让每一个生命都得到最好的救治和关怀